小白 叫什么叫 没帮你当老公是吧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家庭农场的事 我这个地方好多网友建议我 要么搞钓场 要么搞家庭农场 在这边我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给我这么多意见 确实也是为我好 我这个地方钓场之前也考虑过 跟大家也聊过 我这边做钓场不适合 因为我们这边免费钓鱼的地方太多了 小溪小河干江水库 都是免费钓鱼 大头鱼大板鸡 是吧 鲁鱼 鲁鱼 你钓点找得好 位置找得好 什么鱼都钓得到 2斤的3斤的4斤的5斤的都钓得到 是吧 然后家庭农场 你说我这个地方做不起来嘛 如果有钱的话 是吧 应该做得起来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饭店比较多 而且生意都比较好 家庭农场也有 生意也比较好 但是家庭农场要有自己的特色 去吸引这些顾客过来 但是我这个地方 如果没有个40万 我是感觉做这个家庭农场做不起来 首先要盖一个房子吧 盖一个炒菜的接待顾客的那个房子吧 这个铁皮房肯定不行 天热的时候热死个人 冬天的时候冷死个人 谁愿意来啊 然后这边肯定还要修路 这些都要花钱 还要请厨师 厨师的话 我感觉要7000块钱一个月 这我们村里面那些 饭店里面请的厨师 一般都是6-7000块钱一个月 单请厨师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要修路也是一个很大的支出啊 所以我这个地方 农场如果钱够的话 手里面有好多钱的话 做得起来 没有钱的话都是空谈 我也没这个实力 所以啊 要是有哪位资金比较雄厚的老板 看上了我这个地方 嗯 你住钱我出力 咱们八二分 你八我二 或者你九我一也可以 是吧 所以 这个地方都是空谈哈 在我这边 然后咱们去上面看一下 去鸡棚那边看一下 然后等会还要去那个大鱼团那边看一下 还有两三个月 差不多就可以卖鱼了 我真希望两三个月后 这个鱼 草鱼的出唐价有所反弹 不然的话 像现在这个行情啊 那真的是养了个寂寞 这个鱼 咱们去鸡棚上面瞄一下 现在这个白天的时候 这些鸡都在树底下乘凉 这里面的山泉水还是可以的 蛮大的 山泉水 这些鸡都在里面乘凉 现在去那个大鱼团看一下 现在到了这个大鱼团 我感觉这个大鱼团养活了好多动物 几十只大鸟 还有好多那个野鸭子 水面上 有四五只野鸭子 这些都是吃鱼的 现在这个鱼长大了好多了 大家看一下 那边就有两只鸭子 那边还有两只 现在回家了 差不多两三个月后就可以干鱼团了 差不多两三个月后就可以干鱼团了